买年金啊?做定期好过啦 哎呀,我做了期没呢? 哇,看看你,想稳定收息而已 要不要做这么多份定期啊? 你懂什么?有风险的东西我不做的 做定期就够稳定了 这间是半年的定期息高点 这间人民币定期的息就很吸引 那买买买就这么多份了 唉,你得理,头都大了 你别以为做了定期就够稳定和够用过世啊 让我教你退休理财的秘诀啦 退休了,当然是想有保证收入养老 但是定期的利息不是一世都不变 会受外来因素影响 定期的实际利息会视乎加减息周期而变动 现在高息肯定是开心啦 但是你想想早几年低息的时候 那些息低到连喝茶都不够啊 万一迟了续期就会影响收入 另外,人民币的价值会有升跌 如果跌多个买入价 本金随时会亏 最重要是万一定期利息不够付生活费 要动用到本金撕下撕下 迟了干涂 那怎么办 所以单靠定期赚出来养老是不健康的 最好就买些有保证收入的终身年金产品 就像香港年金一样 特定是不用烦 买了就不用花时间去续期 又不怕利率变动影响收入 还保证整个月稳定有良出 有时间策划算 去一下旅行好过啦 要用多少钱上来,那怎么办 这就不用担心了 现在可以拿部分钱出来 应付连利开支 万一不幸迟早走了 受益人选择每个月 或者一筆过来拿新顾赔偿都包无事 你怎么好像买广告似的 令长征安享晚年是我的天职啊 由现在开始随时都可以买到香港年金了 医疗开支可提款,新顾赔偿包无事 嘿嘿嘿 第2-512-5000 预约头部呢